嗨我是廖帥,今天的你敗家了嗎 今天我們來到台東市利寶Outlet二起 本來想說今天應該沒什麼人 沒有想到今天人超多的媽的 而且台東市的空氣真的很差 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噴水池 這噴水池是在噴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二起這邊我本來想說會有很多東西 不過看一看好像也還好,蠻空曠的 然後這個噴水池也不曉得噴幾點的 不過既然來了我們就看看吧 嗨,各位有看到這個狀況 是棕樓嗎 這個呢就是一個棕樓的星巴克 然後它採一個六角形的形狀 然後外觀是個棕樓 然後就是星巴克 所以也不用太期待 就是就還好就長這個樣子而已 最主要呢還是進去裡面喝咖啡 比較實在哦 這一間啊,利寶的Outlet啊,還不錯 還有一個KUJI還有Beverry的品牌在 難得看到這種大品牌,這種Outlet的地方 不過呢,剛剛看了一下覺得 東西一樣沒有很適合我 有些東西看起來是還不錯 而且什麼品牌都有 喜歡名牌的啊,可以過來逛逛 KUJI啊,Beverry啊,COROE啊 這些都還不錯 不過呢,一起呢,我們就沒有要進去了 因為利寶一起呢,已經灌到快爛掉了 其實也沒什麼好逛 最主要是要看二起這邊遊走 而且這邊啊,還有一個秀泰影城 來這邊看電影啊,真的是 要很有時間啊 住在這邊的話可以啊 因為有福隆飯店嘛 就可以邊看電影啊 然後邊逛街啊 然後住在這邊 玩這些遊樂設施也非常不錯 它生意是真的很好哦 而且東西都很便宜 衣服啊,五六百塊啊 大衣啊,外套,夾克啊 都有 可以來這邊,挖寶哦 原來利寶二起這邊啊 可以穿越馬路啊,過到一起 不過呢,穿越馬路行小行一點 不然你可能會被撞死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啊,就是一起的部份摩天輪 摩天輪非常漂亮 是它最大的賣點 而聽說呢 它跟福岡的一間OLEA是姊妹的摩天輪 然後那間福岡OLEA我有去過 也很漂亮 那摩天輪真的很壯觀 而且福岡OLEA的摩天輪是 蓋在港口邊 所以是看得到海的 非常的美麗 不過過完這個二起啊 我看來是很多商家、店家都還沒有開 有些啊,到三月才會開 我覺得太久了 雖然它說它已經開幕了 不過還是有些 設備啊,廠商啊 都還沒有就定位 有點可惜 這樣過年要怎麼賺錢呢? 利寶啊,一起跟二起啊 開之後啊 結合在一起之後 超好逛的 超大的 可以花一整天 已經比台中港的清水OLEA好太多了 清水OLEA呢 我覺得它比較厲害的地方 是在它的吃的 它吃的很厲害 其他的就還好 不過呢,利寶OLEA呢 二起開之後啊 不錯,有加分 好啦,利寶OLEA二起呢 也逛得差不多了 該介紹呢,沒有介紹 不該介紹呢 也都沒有介紹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